女人刚给女儿放好洗澡水 却不料一转头 她就发现女儿竞出现在了床上 并且正睡得香甜 以为是女儿趁自己不注意从浴室跑出 故意恶搞自己 女人又回头望向浴室 可里面的女儿还在洗澡 女人呆住了 而就在她懵逼时 一阵剧痛袭来 紧接着女人就听见 浴室里的女儿对她说水很冷 要女人过去 可女人刚动身 身后又一个女儿的声音响起 妈咪 女人回过头 看着刚从床上下来的女儿 她又赶紧回头看浴室的女儿 这时她才惊恐地发现 刚刚浴室里的女儿消失了 甚至连浴室里的热水也不见了 回过神的女人 以为自己只是出现了幻觉 却殊不知 她已经卷进了一场 常人难以理解的巨大阴谋之中 就在两天前 女人杰拉还在空间站 做冷原子实验 可空间站却遭遇了 不明物体袭击 杰拉的铜蛋当场死亡 而当杰拉死里逃生回到地球后 她的脑海中 就开始时不时出现幻觉 明明女儿小美在车子中熟睡 可她却能听见空气中 传来小美交集的呼喊 丈夫盖伦要把杰拉 送去航天局的精神中心治疗 可杰拉觉得这只是小问题 两人爆发争吵 杰拉于是偷偷带着女儿小美 救回自己在林中的木屋 可再要到达时 杰拉却意外发现 自己在空间站实录的录音台 平时播放只能听见电流声 单放在冷原子实验设备方式 竟能听见清楚的声音 小美很好奇冷原子实验是什么 杰拉解释道 冷原子实验能创造一个叠加空间 让人看到同一事物 同时出现的两种不同状态 通俗来说就是平行世界 但杰拉一直不相信这一粒 小美好奇地将一卷卡带播放 里面是杰拉在空间站时和小美聊天 可小美听后却震惊地告诉杰拉 里面的小美不是自己 因为自己根本不会说瑞典语 小美要杰拉继续播放卡带 这次的卡带是空间站预计后 杰拉修补逃生仓时的录音 可让杰拉惊恐的是 录音里却并不是她 而是她死去的同事 更惊恐的是从同事的声音中 杰拉自己已经死了 并且尸体还留在空间站 吓得杰拉赶紧将卡带关闭 可这时小美却看着杰拉 问了一个令她毛骨索然的问题 原来自从杰拉这次从空间站返回后 小美就觉得杰拉像是变了一个人 而杰拉心中其实也很疑惑 她对面前的小美并没有熟悉感 但此时杰拉却不愿往其他方面猜测 她仍旧觉得 陌生胆可能是自己太久没有陪在小美身边导致 等小美睡着后 杰拉把冷原子实验设备放进了杂物间 因为她觉得自己的幻觉可能和她有 可就在杰拉小回屋睡觉时 她再次听见了小美的呼喊声 杰拉吃了一惊 赶紧跑回屋子 小美正在床上熟睡 那么刚刚听到的小美呼唤又是什么呢 杰拉再次来到屋外 小美的声音还在同步远处传来 最终杰拉决定 沿着声音的方向去一探究竟 但现在杰拉还不知道的是 她听见的小美声音同样也是真实的 如果把杰拉现在所在的世界称为主世界 平行世界称为副世界的话 那么杰拉刚刚听见的声音 正是副世界里小美发出的呼喊 在副世界里杰拉没有成功返回 死在了太空中 而由于主世界里冷原子设备的存在 副世界里同在小木屋的小美 于是看见了主世界的杰拉 但由于冷原子设备不稳定 导致副世界的小美发现杰拉只是出现一瞬 然后就又消失了 她以为杰拉还活了 于是独自出门寻找 在下着雪的漆黑夜晚 副世界的小美分不清方向只能一直前进 而不知道走了多久 她意外发现了一座和自己家一模一样的房子 以为杰拉就在这里 副世界的小美于是小心翼翼的走了进去 这才发现房子里破败不堪 像是很久没人住过 并且也没有杰拉的身影 副世界的小美非常失望 她来到二楼 发现了一个柜子 就想钻进柜子里进一进 她把手链挂在了柜子外面 这样万一杰拉在木屋里就可以发现自己 可没想到此时一阵寒风吹来 直接就将柜子关闭并且锁死 副世界的小美当即被吓得大脚 不断锤打柜门 但没想到的是 她的响动刚好吸引了来到这里的主世界杰拉主 听见柜子里小美的声音 她毫不犹豫就打开了柜门 发现了副世界的小美 看着小美已经被动得瑟瑟发暴 她当即就把小美往家里往 但此时的杰拉并不知道 怀中是副世界的小美 她还以为是睡着的小美为了故意捉弄她 这才悄悄来到了这里 到家后 杰拉给副世界的小美放热水洗澡 然而在换衣服时 杰拉却突然感受到 这个小美身上有自己熟悉的感觉 她高兴地就要去给小美找换洗衣服 没想到却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看着刚刚还在洗澡的小美不见了综艺 杰拉急了 杰拉隐约知道了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真相 而担心刚刚洗澡的小美会被冻死 杰拉当即穿上衣服 拿上冷原子设备 就要主世界的小美和自己一起去刚刚的小木屋 找副世界的小美 半路上主世界的小美非常不解 她觉得杰拉疯了 世界上怎么可能有另一个自己 杰拉健壮也没有瞒着女儿 说出自己觉得主世界的小美不是自己女儿 自己真正的女儿应该是刚刚洗澡的副世界的小美 主世界的小美听见杰拉竟然这样说 非常伤心和愤怒 她一把抢过杰拉的冷原子设备扔在一边 就决定回家去找爸爸 杰拉健壮当即追了上去 而另一边的副世界里 正洗澡的小美突然发现杰拉不见 她赶紧走出浴缸 大声呼喊杰拉 爸爸盖伦被惊醒 赶紧给小美拿来了被子 得知小美的遭遇后 她以为是杰拉的死让小美产生了幻觉 只能不断安慰小美 但副世界的小美没有放弃 她趁盖伦睡着后 当即决定再次前往那座破败的小木屋 半路上她看见了刚刚主世界里小美扔掉的冷原子设备 因此更加确信杰拉还活着 与此同时 主世界里的小美误打误撞之下 来到了杰拉所说的小木屋 她也发现木屋竟和自己家一样 只是破旧不堪像是很久没人住 地上还有一只冻死的小猫 可主世界的小美在环视了周围后 却发现桌子上有一台崭新的录音机 她赶紧将录音机拿在手里 然后来到了二楼 在这里她发现了之前副世界小美放在衣柜上的手里 她于是打开衣柜钻了进去 与此同时 副世界的小美也再次来到了木屋旁 她在外面看见了主世界小美手电筒的灯光 误以为是杰拉 当即走了进去 与刚刚主世界小美看见的冻死的猫不同 这里的猫还活着 由此我推断 主世界的冷原子设备在主副世界 都创造了木屋这个叠加空间 而主副世界的小美现在进入的木屋 其实是这两个木屋再次叠加形成的 火不其然 副世界的小美来到二楼 发现这里的衣柜里没有人 只有一个录音机 这里再解释一下 主副世界里小美看见的录音机 应该是主副两个世界真实木屋里的录音机投影 这时主世界的小美由于害怕 开始对着录音机说话撞乱 没想到她说的话 竟然通过副世界的录音机放了软 被副世界的小美抵挡 由此整件事情的真相被揭开 而听见对话的布置他们 主世界里返回木屋寻找小美的杰拉 和副世界里起床发现小美不见的盖伦 也都通过真实的录音机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得知两人所在 主世界的杰拉和副世界的盖伦赶紧就要前去寻找 可主世界的杰拉走势忘记关门 导致寒风将屋内的油灯吹倒在地 与此同时 主世界里的盖伦发现杰拉和女儿去了小木屋 于是立刻通知航天局带人前往寻找 盖伦好奇地询问 跟车的航天局科学家老白 杰拉的幻觉是不是变成了精神病 可老白却说没这么严重 自己曾经也经历过这件事 18年前从月球执行任务返回时 逃生康发生施压 他失去意识前明明看见自己的两个队友死去 可当他从昏迷中醒来时 却发现两个队友都活得好好的 而回到地球后 自己也开始出现一些幻觉 直到吃了一些抗幻觉药物这才好转 由于大雪封路 他们只能徒步前往木屋 可这时走最后的老白却突然头痛欲裂 老白走近 亮光正是刚刚杰拉和小美扔掉的冷原子实验仪器 他将仪器爆起就开始出发起了 与此同时 主世界的杰拉正在开车前往叠加空间的木屋寻找女人 车上她带上了收音机 而主妇世界两个小美的交谈还在从收音机传来 你什么在做呢 在看我妈 你见她吗 是的 她来我去这窗门 这窗门 是的 你在在窗门 是的 是你的妈妈在那儿跟着你吗 她不能 为什么 因为她死了 当听见自己死 杰拉被吓得停下了车 可也是在这时 杰拉通过反光镜 发现自己的木屋是火 当即又调转方向往回开去 她还在那儿 是你的妈妈死了吗 我认为是你的妈妈 杰拉来到主世界的木屋旁 这里已经成了一片花 杰拉当即就要进去救 而没想到的是 就在杰拉进门的一瞬间 熊熊燃烧的火焰却消失了 杰拉发现自己竟然直接来到了叠加空间的小木屋 墙上的话里 显示现实世界的小木屋正在燃烧 而就在杰拉蒙逼时 一声猫叫传来 副世界里活着的小猫 竟来到了主世界死去的小猫身边 这说明随着杰拉的到来 主副世界正在重合 杰拉来到二楼 她将柜子拉开 见到了里面的小美 但这个小美是主世界的小美 并不是杰拉真正在副世界的小美 主世界的小美告诉副世界的小美 杰拉在自己身边 杰拉惊了 这时她看见了镜子中副世界的小美 杰拉慌忙就想和她对话 可主世界的女儿却告诉杰拉 对方听不见杰拉的话 只能通过自己转达 杰拉还想多说两句 可这时主世界的火势慢慢增大 叠加空间的木屋 抵挡不了火势的侵袭 则开始崩塌 浓烟冲了上来 杰拉主世界的小美 当即被呛得昏了过去 杰拉反应过来 立刻就抱着小美往门外冲去 这时老白也走到了木屋门口 却不料这时 她的眼中开始浮现出奇怪的 原来老白其实也是副世界的人 18年前因为冷原子实验 来到了主世界 而靠近木屋这个叠加空间 她又回到了傅世界 眼前杰拉的同伴被她杀死 老白赶紧就给杰拉同伴打电话 叫救护车 而此时主世界 傅世界的老白望着木屋也不知所措 她刚好遇到抱着女儿出来的杰拉 但杰拉此时却不知道这一情况 她要傅世界的老白 把自己女儿带到安全地 而老白抱着小美之风 就把小美丢在了雪地里 另一边 杰拉冲进木屋 想救自己真正的女儿 但由于火焰太强烈 小木屋这个叠加空间崩溃 杰拉无功而返地走了出来 她发现了被丢在雪地上的小美 已经被动得帮硬 也是在这时 诡异的情况再次发生 傅世界里的小美出现在了杰拉身后 她告诉杰拉 主世界的自己似乎是死了 自己感觉不到对方 但杰拉却觉得主世界的小美 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自己的女儿 她开始拼命给主世界的女儿 做心脏复苏 这时傅世界的盖伦找了过来 杰拉虽然很不舍 但还是叮嘱傅世界的女儿 回到盖伦身边 可当她走近后 杰拉又消失了 另一边 主世界里的盖伦和搜救队 赶到了现场 可由于杰拉的种种不正常行为 她直接被当成精神病抓了起来 万幸的是 主世界的女儿最终还是被救了过来 而在昏迷中 她做了一个梦